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气超级热 张欣今天不做菜 让老婆休假一天 我们去外面买点东西 全家吃一餐 Let's go 买一个这个饼 回去夹东西吃 特别棒 289块 里面有36片 而且它是厚头 一吃就会包了 平均一片 8块钱而已 Go 一只烤鸡 189 嘿嘿 赞了 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去好市多买了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其实我们家常常吃便宜又好吃 第一个是这一只鸡 老婆你知道这一只鸡买回来有多重吗 听说好市多啊 最物超所值的就是这个烤鸡 这只鸡多重 不晓得 1000公克差不多吧 1500克 1450克 接近两斤半 所以这只鸡你没看它便宜 还不小 一共189块钱而已 另外我们不是买了这个墨西哥的薄饼吗 其实它的产地是在台湾 289块 里面36片 我们刚刚把它打开来偷吃了一下 其实它的饼的厚度还是挺厚的 吃起来很有嚼劲 它的直径大概20公分到21公分 包东西包起来还刚好 如果是女生我想包一个大概就吃饱了 如果男生包两个大概也就吃个八九分饱 还挺好的 一个也就八块钱 特别便宜 我们还去路边买了几个小东西 黄瓜现在特产 一根五块钱 把它切成半条 而买了这个生菜买了两颗 一共15块钱 这两个加起来20块 这个样子足够我们家四个人吃饱 好 我们先来处理一下 一会再来试吃 这个饼皮我们拿出来 通常我们家如果冰在冰冻库的冷藏里面 反正几天就会吃完了 就拿去微波一下 强微波 微波个30秒40秒 就很棒 软软QQ的 而这个鸡肉 咱们待会把它肉给全部拆掉 鸡架子留下来煮稀饭 肉就咱们今天全家晚上把它给客光 哇不到10分钟 你看都准备好了 摆在桌上四个人围着吃 多开心 先来看Costco的鸡 其实很大只 你看拆下来肉肉这么多 我觉得Costco的鸡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除了价格便宜 你看两斤半189块钱 第二个它的味道真的很香 它就是有一个特殊烤的美式调味 这样的味道很棒 第三个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它的肉质非常软 不像外面有的土鸡层烤了之后 你虽然用咬 可是有时候牙齿咬是不好 还咬不动 它的不会 咬起来就特别软嫩 特别香 我觉得Costco的炸鸡 不是炸鸡 这里叫什么 烤鸡真的不错 不过要强调一下 不是业配 不是业配 我是觉得它这个真的是物超所值 那这个饼我们刚讲过了 它里面其实分成四包 289块 我们大概拆一包下来 一包里面9片 我们这里只摆了4片 9片 大概就是70块钱 四个人吃一家四口 绰绰有余了 我们来看看我都是怎么吃的 哈哈哈哈 鸡片 20公分 跟我的脸差不多大 先来一个生菜 再来一个黄瓜 沾沾这个甜面酱 就放到中间来 有没有 然后这个是它那个 那个叫什么 烤鸡里面的鸡汁 我会在这里淋一下 然后直接用手 有没有豪迈 怎么吃 怎么吃 还有还有还有 如果你喜欢吃中式口味 这样就差不多了 因为它是墨西哥饼皮嘛 虽然在台湾做 一定要加点这个墨西哥辣椒味道 才对 还有 沙拉酱给它来上那么一点点 嗯 这样感觉就很好吃了 你家有什么酱 想吃什么酱 就加什么酱 对 这样折起来 下面折起来 像包春卷 怎么样 可是它比春卷厚很多 它的饱足感很够 这个其实是吃得饱的 超好吃 而且营养充分 很漂亮哈 对 如果艳客的话 把两个脚折起来 斜切一下摆在哪里 它不就是个艳客菜了吗 对 好吃 以前啊 我们家小朋友很喜欢吃 包那个烤鸭 但是烤鸭实在太贵了 所以我们都是买这种烤鸡 然后给它们包 100多块钱 比皮又便宜 对 我有说现在小孩长大了 天气这么热 偶尔啊 放自己一天假 把油腻和闷热 就给它留在厨房里面 买个东西回来 大家一起吃 不也是一件挺开心的事吗 这是我们家的吃法 到Costco去 全家大小吃到饱 不会超过300块 如果大家有兴趣 去Costco走一走 我觉得照着这样买 你全家也会吃得很开心 张心饭谈 天天都有新鲜事 跟大家分享 张心不做菜 好吃的东西 天天有 咱们明天见 拜拜